哈囉大家好我是俊俊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啦 今天俊俊老師又要來講包包啦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最值得入手的使用包包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介紹這個系列呢 是因為其實有很多很多的網友都第一次買包包 那買包包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一定要符合自己的lifestyle 所以呢我想要推薦幾款包包 是我覺得它是符合大眾的口味 還有大眾的lifestyle的包包們 那第一款我要介紹的這款包包呢 就是Fendi的迷你水桶包 它的名字叫做Montrezzo 我應該是這樣子念沒有錯 上了叉了 那不要再糾正我了 好為什麼我會介紹這款包包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這款包包呢 是現在非常當下非常流行的水桶包 除此之外呢 雖然很流行 我們還要再講究它的功能性 首先它雖然小 但它可以裝很多東西 然後呢它又有手提再加上肩背側背或者是cross body 還有啊它的這些環都是可以放很多不同的吊飾的 那你看到這些繩子還有這個提把的地方都是可以拆卸下來 然後更換成不同的背帶跟提帶 其實你也不用擔心它東西會掉出來 因為它這地方也做了一個把它給束口束起來的 所以你東西其實是不太會掉出來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要推薦它的原因 因為它不只多功能性而且又實用 不管你是想要遛狗遛小孩買菜 因為它是在運動或者是去party 我覺得都是非常適合的包包 所以這包包可以說是非常的大眾化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包包呢還出了非常多的顏色 材質還有皮質還有樣式等等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個包包呢 是必須要購入的一個包包 而且它又非常的耐用 我這個包包非常常背 但是呢基本上呢 我沒有看到它在外觀上面有任何的破損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的實用跟耐用 這個包包呢我真的給它第一名 大家如果想要買一個這種 可以裝不少東西的小包 拜託去買這款包包好不好 再來呢這個呢就是我之前介紹過很多遍的郵差包啦 那想要看我介紹郵差包呢 我自己有專門一個影片就有介紹它 為什麼我會推薦這個郵差包 是因為這個包包呢 我覺得它的型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又非常耐用 我覺得LV其實真的是蠻厲害 它們的皮質都可以做到非常的耐 那像這個手提把跟這些 這種皮革的地方 它們都做的可以讓你的包包 有一種歷久迷信的感覺 就是用越久越有味道 那為什麼這款包包我非常推薦 是因為它呢也是非常多功能性 跟適合大眾的生活習慣的包包 首先它可以手提 它可以側背肩背 那它的容量呢也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面呢其實可以裝非常非常多東西 首先它有一層兩層三層 而且皮質是非常的軟 所以你不怕就是塞很多東西 那下面這邊也給你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讓你伸轉 最後後面呢還有一個這個 可以隨時放一些小東西 隨時要拿的東西 你就不需要開關開關 那它唯一的小小的確認 就是這個開關呢有一點點麻煩 有時候就是壓的時候 想說怎麼找不到洞 壓壓壓壓壓不起來 但是除此之外 我對這個包包真的是 大概有95分的評價 因為它真的很實用 也是一個你可以每一天背出去的包 皮質也非常的輕 你不會覺得背起來非常的重 這個呢提帶的這個扣環呢 也是你可以換不同的牌子的背帶 我自己覺得這種包包非常的好 因為他們呢這個扣環呢 其實做得非常的大 你就不用擔心說 每一個牌子不一樣大小的這些扣 扣環會扣不進去 這個包包真的是 也是我的old time favorite 包包 但我知道這個包包非常的難買 所以如果今天你有機會 看到這款包包的話 絕對絕對要購物 它絕對是一個你可以用非常久的包包 我要給大家介紹一個非常特別的包包 那這個包包呢 其實我覺得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的風格 其實呢霹靂包呢 是已經很久很久以前在流行的包包 所以霹靂包一直給人家一種印象 就是那種很老氣的感覺 但是因為最近呢 又開始流行這種霹靂包啊 腰包啊這種風格的包包 所以霹靂忍不住的也去買了一個 那這個呢為什麼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的原因 是因為剛好我有了小孩 那有時候呢你帶小孩出門的時候呢 你就是要空著兩隻手 抱它呀餵它吃飯啊或怎麼樣的 你根本沒有時間可以拿你的包包 所以呢我就一直找了很久了啦 那我是在日本的時候看到的這個包包 然後我覺得哇塞這背起來很好看 我看到是銀色的 我當時真的很喜歡 但是呢老公就是一直在給我就是很風利的眼光 感覺叫我不要買這個包包 所以我就沒買 後來回來的時候就一直找一直找 然後都沒有找到這個銀色 只有這個黑色 那我就想說算了吧 不要搞怪那就買一個黑色普通的 可以很實用的搭配的包包 這個包包是Alexander Wong出的Bennie Pack 那這個包包呢定價是650塊美金 那我自己在買的時候 剛好是打折的時候買 就那種百貨公司的買多少送多少 我記得我買500塊美金左右 還有再加上一個rebet 那rebet是什麼呢 其實我蠻想分享給大家 就是你在網路上買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連接到另外一個網站的網站 就會給你多少%的cashback 我自己用的我很喜歡的一個是叫ebate 它就剛好就是Black Friday的時候 所以它給的那個%蠻高 所以基本上這個包包的價格 就變成是已經沒有加稅的價格 非常的划算 它的皮質呢非常的軟也非常的舒服 只是這個皮有一點壞處 就是它很容易刮滑 但是相對的這個皮會讓黑色看起來更顯 它的包包裡面有好多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內袋讓你可以裝東西 然後不管是這裡啊 這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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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裡 有沒有 然後呢 它這個還可以伸縮長段 所以其實你可以這樣背 你也可以這樣子背 然後你也可以真的把它當霹靂腰包 再背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它就是有很多種背法 那我自己呢 有上網大概看了一下幾個拍子出的腰包 首先呢 Gucci有出了一個腰包 但因為我覺得它的設計有點太狂野了 所以我就覺得還是算 香奈兒也出了一個這個腰包 然後因為我姐姐有買 所以我看過本人 那那個包包呢 它是不太能調節那個長度的 所以有時候如果 呃...怎麼講 胸部比較大 或者是背比較厚的人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這樣子背 就變成說它只能這樣子背 這個LV也出了一款 就是這個 最近還蠻火紅的這個腰包 我看的是 我沒有看過本人 但是我看到 網路上在分享的是 它的容量是真的很大 但是我印象當中 它好像也是不太能調到這麼長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背它的時候 就會變成 變成像這個樣子 一定會卡在胸部這個地方 那我很不喜歡東西卡在這邊的感覺 所以我蠻喜歡這種掉下來的感覺 或有時候可以這樣子背的感覺 這個包包呢我覺得是非常入門實用的包包 拜託拜託 如果你想要買腰包的話 一定要買這個包包 這是我對大家總結出來的 PE腰包的必備款 再來呢我想要介紹的就是Nano 這是Celine的Nano Luggage 為什麼覺得大家可以買他們的包包 是因為 呃...這個包包呢 是以前Phoebe Philo設計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會到什麼時候 就突然就沒了 或是怎麼樣 然後呢 再來我覺得 這個包包呢它非常的有 象徵性跟 呃...設計感 就是你看到它以後 你就會覺得辨識度非常高 就是因為上面有個像 炯臉的那個 的感覺 就像一個臉 然後呢它呢又很輕 其實基本上Luggage呢 我覺得這個尺寸以上 應該都不會太輕 但是這個包呢其實真的很輕 然後它又有 側背兼背的功能 它也是可以拆卸式的 所以你可以正式也可以很輕鬆 再來呢 裡面的內容物呢 也可以裝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到 它的皮質是非常柔軟的 所以你可以塞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那你也不怕東西會掉出來 因為它還有附一個這個拉鍊 所以這個包包呢 是我真的 真心建議 如果你想要買 Fibifilo做的Selene的話 首先你第一款 一定要買的就是 那個classic box 但因為它的單價有一點高 那如果你沒有這麼多預算的話 我會非常建議你買這一款 Nano Luggage的Nano包包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 非常實用 有入門的Selene款版本 再來呢就是我之前 時尚101介紹過的LoweVette包包 就是這個Puzzle Bag 那那個影片呢 其實受到很多觀眾朋友的回想 大家對LoweVette這個牌子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好感 那這一款包包呢 是我個人也覺得非常值得 這個入手的入門使用款 我自己建議會是買中號 應該算是中號吧 它一個再大的Size 跟一個再小的Size 我會覺得你買這個Size 是最適合的 因為這個Size呢 它不會讓你的東西 裝太多太重之外 你還可以裝很多東西在裡面 好 這是它的手提袋 那裡面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內層 兩個內層 好 然後後面呢 還有一個這個 還有一個小的這個 你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我覺得它為什麼使用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設計的這個造型啊 就是可以讓你這樣摺疊它 所以其實當你在旅行的時候 是非常方便的 你知道很多包包 因為它的形狀的關係 你是沒有辦法壓它的 但是這款的話不一樣 你可以把它壓得這麼扁 然後拿出來的時候 它還是一樣保持著它的造型 所以這非常非常的實用 然後呢 皮質呢 上面有非常多的選擇 花樣也非常多的花樣 你自己上網查 有各種不同拼接的方式 各種不同皮質 然後各種不同的顏色 還有不同的大小 都是非常非常特別 跟具有設計感的 所以這個包包呢 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薦的包包 就算我已經在樓尾芬那篇講過了 我還是不停的要 再把它拿出來再加一次 它是我覺得CP值非常高的包包 價格也可以非常可以接受 實用度 實用度 好看 時尚 然後呢 這款呢 就是Goyard St.Louis的手提袋 這個手提袋呢 為什麼我會想要推薦它 是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需要旅行 或是每一個人都常常會出去旅行 那這個包包 是我覺得旅行非常實用的包包 首先第一點呢 它非常的輕 第二點它非常的耐用 還有獨特 然後你又可以客製化你自己的圖騰跟名字等等在上面 所以整個會有你自己的包包的感覺 裡面呢 其實也是非常的耐用跟防水 然後我看很多 它有出就是 有一系列是你可以把它翻過來 變成兩面都可以背的包包 那雖然呢 它這個包包裡面很大 大家就會擔心說包包很大的東西會掉到處 都是單捕會它還附了一個這個 小的袋子 讓你可以裝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 或是你隨時需要拿的東西 那我這個包包呢 通常就是把它拿來當作我的媽媽包 所以你可以想而知這個包包有多耐用 因為其實帶小孩的東西非常的重之外 很容易弄髒 比如說有水啊什麼 東西不小心潑了 或是餅乾灑了啊 都會讓包包變得很髒 但是它呢 就是可以丟到洗衣體裡面洗 我雖然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但是其實是真的可以丟進去洗的 好不好 就是這個提袋這方可能會有一點不太適合 但是整個包包清潔上面也是非常的容易 那如果呢 你不喜歡果牙的這個圖騰的話 你看另外選擇就是 LV的Never4 但我自己 我雖然沒有買過Never4 但是Never4好像沒有果牙的這個袋子這麼輕 但相較之下 價格是便宜很多 然後他們的包包裡面也是有 就是放了這種小袋子 讓你可以裝東西 如果你一定要買一個手提包的話 我個人覺得果牙的這款包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最後呢 我要把這個包包 放在這個實用入門款裡面 我相信應該也有很多 有很多預算的朋友想要看包 如果你今天想要買愛馬仕 大家都會想說要買什麼Garden Party 或者是Her Bag啊 等等這種入門款 或者是那個小的那個水桶包 我自己覺得這款包包其實才是最適合買的入門款 雖然它的價格不是那麼的便宜 但是我覺得它的實用性啊 外觀 氣質度還有耐用度 我覺得都跟我剛剛所說的那幾款包包比起來好很多 但為什麼會覺得它這麼好用呢 是因為這個包包它可以這樣子側背 那你在不管是出去啊旅行啊 或者是上班 或者是去哪裡 都非常非常好搭好看的包包 然後呢它也可以就是這樣子提 這樣勾著 但勾著的時候你這樣背也不會覺得奇怪 然後呢你也可以這樣子手提它 這整個設計就是一種很簡約隨興又不失 風範的一個包包 然後呢裡面呢又可以裝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有很多的夾襯 而且它一點都不重非常的輕 然後側邊呢也可以放很多東西 像我有時候手機啊或者是一些小零錢包 我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與其你花比較便宜的錢去買那些包包 還不如認真的存錢去買一個 真正實用又經典又好看的包包 但這個包包呢最近還有出一個迷你款 也是聽說非常非常的搶手 但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今天要使用的話 迷你這個字就是要小心 不要就是買了以後很有可能 因為裝不了什麼東西然後根本就沒有拿出門 這個顏色是他們家經典的那個焦糖色 然後我配的是金扣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值得入手 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想要買愛瑪士的第一款包包的話 我會覺得它是一定要購入的 而且其實數字也會說話啊 愛瑪士的最熱買的包包就是琳迪 這就是最多人買的包包 OK 好 如果大家今天想要買第一款 精品品牌的包包的話 就是我介紹的這幾款都是一些不錯的選擇 那價格呢其實有低有高 那就看你們大家的預算如何了 但是我非常的清楚的解釋出來 他們為什麼值得買的原因 所以今天這就是我的介紹 好 那如果喜歡的朋友呢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喔 阿俊老師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結束啦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